我叫美日叶姆托尔森 我从小就对中医感兴趣 大学选的也就是中医专业 我跟丈夫大学毕业后 就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抗护中心 因为这是我们的兴趣爱好 也是我们的事业 所以我们觉得工作很快乐 我们也挣了钱 同时我们也棒了一些 待业青年解决了工作问题 他们的平均工资在三千左右 还有提升 最近我听说外国一些企业抹黑新疆 他们早要说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还递之新疆变化 这就是后说八道 赚钱养价有所吗 你们不要抹黑新疆 你们的行为就像苍蝇一样 让人恶心 来大概下一个 所以我们下午 要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